茶室造成两人死亡 让国人是十分震惊 其实88年前 日本也因为学生吃豆沙大福 竟然造成44名的学生死亡 医师指出关键同样是米制品 另外有些食物开始变质 并不会有明显的特征 但是只要能够注意以下的一些征兆 就可以避开中毒的风险 软糯饼皮做成的大福 外形Q弹可爱 不过随着暴凌茶室 10M风暴持续扩大 88年前发生在日本 静岗县的大福事件 也重新被关注 当时兵松第一中学举行运动会 学生们吃了黑豆沙大福之后 伤吐下屑高烧腹痛 总共有2116人中夺 最后酿成44人死亡 就连以细军战部队文明的 日本陆军731部队 也到现场调查 事后还设立卫领杯 大福外面有一层粉状的东西 它要是用米去研磨的话 那就可能这种牙包感觉来讲 被老鼠爬过了以后 它会形成一个包子 致死率可以到将近10%左右 其实食物开始变质 人有些蛛丝马迹 只要你会辨认 就可以防止中毒 尖豆金黄恰恰 萝卜糕 年糕 汤圆这类高果类 下锅之前都要特别注意表面 如果有些失联状态 代表已经开始腐败 另外像是生姜的颜色开始变身 活龙果肉已经出现透明感 还有鲜黄的芒果 却从果肉里长出一丝丝的黑线 都是代表这些食物已经开始腐败 千万别吃 如果椰子肉带点紫色 不是网络盛传的芋头口味 而是变质了 因为可能有好几种菌 米酵菌酸 金黄色葡萄球菌 产生的肠毒素 真菌毒素 比如说黄麴毒素 不但毒性很高 而且它不会衰退 它可能会产生各种的癌症 别以为食物坏掉 就只有发霉这种表象 只要能认出食物变质 有时候真的可以救你一命 记者预生行操 文林台北报道